以外的消息說 為了要慶祝 慶祝 慶祝百年嘉義的 這個新風廟 來基盤五港四美 這個專國新風廟 這個新風廟的大冠營 想不到前面結束的時候 在廖境遊行的時候 是來發生議案 說放在路邊的 這個國空演會以外來映布 演會就在民眾的腳邊 四個黑白色 主席十二人 讓這個power來收到上 嘉義七專國新風廟大冠營 原本大家是 很開心還在關上頂頭表演 沒想到四個出現這麼多白煙 頭腳鼻翁的國空演會 讓他多點到 演會在民眾的腳邊四個亂車 現場一片混亂 當中作成十二的人 讓他走到上 其中又包括一堆媽 孫子蓋一堆紅 還沒有 水道多數都是四肢跟背部的一個沙灘 上 還有一位是臉部的一個沙灘 上 那有兩位 兩位病人 我們必須進卡拉房去做進一步的一個清傷處理 上次分別傷到嘉義 其他地方便宜 貪汕馬爾丁便宜 救濟 其中一位洗消的工作人員 還有四位民眾 因為受傷比較嚴重 沒想要再斷醫治療 包括在都沒有生命危險 以外發生之後 廟會繼續進行 不過已經沒有再放煙火 看到的人說 可能是因為民眾 黑白等分曬 才會讓這些 鼻翁的煙火倒起來 不過自己的消防救標示 也有可能是因為煙火燒料 不完全落在土壁 才會引起疫苗 上次的原因還還在調查 不過因為廟峰 這本棒高空煙火 沒有出生申請 消防單位已經開出發展 接著自己綜合報道